名列的第三 種 種 種子 我在那邊卡 好 對不起 我重來 對不起 對不起 沒事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週的TSNA體育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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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C小編 貝羽 台灣射箭男團 湯志軍 鄧宇辰 魏均衡 26日一路闖關 次強賽設下第二種子荷蘭隊 金牌戰最終以0比6不敵南韓隊 拿下魁為17年後 奧運設計男子團體銀牌 來自排玩族的柔道男神楊詠偉 24日在男子60公斤級一路過關斬將 次強戰中力退法國選手 盧卡姆黑瑞瑞 強勢晉級金牌戰 並立足隊名將高騰直獸擊戰後 最終擁奪銀牌 這是中華隊本屆奧運的首面獎牌 也是台灣奧運史上第一面柔道獎牌 成功改寫台灣柔道選手 在奧運的最佳競技 另一方面 柔道女將林真豪首次出征奧運 闖進8強 在女子48公斤級敗部復活賽中 帶給以色列選手 Shira Richerney 最終以並列第7名著胸 舉重女子49公斤決賽 24日登場 舉重精靈方婉玲以抓舉80公斤 停舉101公斤的成績 獲得第4名夾擊 羽球球後 戴資穎三度踏上奧運舞台 24日以21比7 21比13 直落2 擊敗瑞士選手 Sabrina Dracula 戴資穎 26日在女單第二輪賽事中 再次以直落2 拿下第二身 羽球一哥 中天成的男單賽事 則是在25日登場 名列第二總子的他 首戰以21比12 21比11 起開得勝 跆拳道女子57公斤級 19歲小將羅嘉玲 首登五環殿堂 踢進4強 25日在4強戰中 雖以5比28 敗下陣來 不過到了銅牌戰後 以10比6 立退迷日選手 Tikis-Banien-Saf 躲下生涯首面奧運獎牌 第5度踏上奧運殿堂的 網球一哥盧彥勳 25日在男單手輪 以1比6 3比6不敵 德國星星 Alexander Serra 這場比賽也為他20年職業生涯 正式劃下句點 台灣桌球教父 莊智淵 25日在第二輪賽事中 出戰阿根廷選手 Holesio-Cifantus 雙方技戰至第7局 最終莊智淵在末局以11比7 手下勝利 成功晉級第三輪 桌球男單第三輪 莊智淵以4比1 順利晉級16強 名列第三總子的桌球混雙組合 林雲露與正義進 8強賽對上 第六總子 韓國李相秀與田智希 最終擊戰六盤後以4比2勝出 競技狠雙試強 25日晚間 則是在試強戰中 敖戰5級後以1比4 不敵日本水谷準及伊藤美城組合 無緣爭奪金牌 代表台灣出戰 蜻蜓激流女子Kwantin賽事的張竹涵 25日雖未能通過預賽考驗 無法順利晉級 仍然成為史上首位在蜻蜓項目出賽的台灣選手 寫下歷史 Yanis Ateto-Kumpo 21日刷新個人生涯 肌肉賽單場最高得分紀錄 對決鳳王城太陽轟炸50分 並列NBA總冠軍賽史上第六高分 帶領金尤瓦基公路以105比98 在主場贏得對時第二座NBA總冠軍 同時也是公路近50年來首座總冠軍 PLUSLY首次選秀會22日登場 過有狀元籤的新竹街口工程師 在首輪第一順位指名 來自健行科大的前鋒朱倫豪 高雄鋼鐵人與新北國王 則分別選進台師大陳祐為 政大洪凱傑成為榜眼和炭花 其餘首輪獲選球員 一順位分別為國體大陳俊男 台藝大林君豪 中州科大王綠祥 來自賽尼加爾的政大外籍生聶歐馬 與國體大 藍少甫總計16名球員獲選 T1聯盟則是在24日公布 2021賽季新人選秀名單 共58位球員符合選秀資格 親愛選秀會將延期至8月9日舉行 以上就是本週的TSNA體育週報 我們下禮拜見 掰掰 這場比賽也為他 20年職業生涯 來自排灣族的柔道男神 楊勇偉24日在 對 只是面完男子就 對啊 重來 舉重女子49公斤級決賽 24日登場 舉重妖 對不起 我剛剛 舉重妖精精輔助 真的有在唱嗎 蛤那是一部韓劇 是喔 對啊 我沒有舉重妖精 對 如果喜歡我們的週報 記得開啟小鈴鐺訂閱我們喔